現在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呢 這個大愛死的老公呢 因為是睽違三年再度來到臺灣 身份呢 就是大愛死老公 所以呢 大家都想說 欸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看到他表演呢 那因為呢 他是也這個DJ的名義 在夜店演出這次疫情以來之後呢 首度有國外的DJ來演出 更是呢 劇俊葉成為臺灣女婿之後 第一次的公開演出 那麼劇俊葉就說了 非常開心能有這個機會 跟臺灣的樂迷來見面 希望帶給大家一個非常特別美好 而且難忘的夜晚 不過劇俊葉為了表演 全程沒有戴口罩 在台上口渴了 還會拿起礦泉水喝 雖然昨天本土確診 人數有12009例 不過呢 你可以看到 夜店依舊人潮滿滿 夜店的方面則是說了 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規範 入場需要完成接種3劑的疫苗 那麼目前呢 指揮中心還沒有規定 室內集會需要全程佩戴口罩 也沒有宣布停辦室內活動 所以呢 活動呢 是以最高的防疫規格來進行的 好 當然小S的部分也來現身 彭姐夫的場了 劇俊葉對著全場喊的 歡迎徐希蒂啊 而在他的新歌九九懲罰表的月聲當中 他上台跟劇俊葉來尬舞 而且呢 直接對著姐夫來比讚 最後呢 送上了愛的擁抱有情有義啊 不過呢 最後 這個拱大家唱他的這個新歌九九懲罰表 好像有一點小小冷場呢 像大便裡面的那塊兒 你有沒有發現呢 你有沒有發現呢 你就可以了 你唱 你会唸嗎 八州 你會唸嗎 二 好好 一起來 一 耶 一 耶 一 二 耶 這是我最好的朋友 八州 你會唸嗎 二 六 五 六 七 五 十 前方 這邊1點2 雪淨姐 踩到這個雪 好 要吹唷 你看你整個這個塊 你怎麼發現啊 你怎麼會唸啊 阿公 我會唸嗎 2好好 一起來 1 1 這是我 這是我最好的朋友 阿公的名字要選一起來 1 1 2 前方 這邊1點2 好 雪淨姐 踩到雪淨姐 好 要吹唷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密具獨家配方 以10多道的嚴謹工序 將嚴選大干貝珍珠包 還有石斑魚菲莉來入醬 製作皇家品味的口感 您可以掃描QR Code 或是直接到快點購的網站購買的話 記得要輸入CTI567 這是蠟稀的推薦代碼